第七回 笑臭雨那把斷腸劍 慢慢地向着花满流的喉咙刺过去 慢到连一点风声都没有的 各位,盲人看不到劍 他是凭那把劍刺过来的风声去辨别方位 但是现在呢,这一劍根本没有风声 所以,这一劍才是真正令盲人断腸的劍 那么两个高手,一前一后 前面是链子枪,后面是断腸劍 那么链子枪就算刺不中 后面这一劍都绝对不会失手 但是他们怎么都想不到 花满流除了用耳听之外 竟然还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现在,他感觉到真正拿命的就不是枪 而是那把劍 所以,在断腸劍还没刺到埋身之前 他突然之间一蹦蹦低,一零转身 那链子枪就刺空了 他双手一啪,啪一声 那么就劫住了消臭雨刺过来的那把劍 跟着砰砰砰,消臭雨那把白燕精弓的长劍 就这样就断开三角 最长那一角呢 还夹在花满流的手上 他一仰手 那么链子枪就翘住那半角断劍 花满流松手 一退退开三丈远 退到窗口那里一坐就按对 坐到正在窗口下面那张椅那里 不知几重用 一点都不像是跟人生死搏斗过那样 独孤芳和消臭雨两个人呢 嘿嘿,臉还白过白纸 花满流松才说 我本来都不想得罪萧先生 但是萧先生用这样的剑法来对付一个盲人 太阴毒,太残忍了 我希望萧先生换过一把剑之后 对人要手下留情 那各位 花满流就出了名对人欢容 那他究竟怎样教训这两个人 我就不讲他 讲讲陆小冯先 那陆小冯就出了花园 花园的花本来就很多 但是现在呢 已经有很多花枝都被咬断了 但是陆小冯这样才知道单冯公主去请他用的那些鲜花是怎么来的 那花园就很大 他一转弯就见到上官雪儿站在花丛中 淡淡的邪羊 照着他整头收发 陆小冯走过去说 你好啊 上官雪儿说 我不好 怎么不好啊 我有心事 很多心事 你有什么心事啊 我很担心我姐姐 你姐姐姐 就是上官非宴了 他突然间失踪 什么时候失踪啊 就是花满流泥那天 也就是我们去找你那天 你既然担心 为什么不出去找他呢 因为他说过 要留在这里等我们回来的嘛 哈哈 他既然没有出去 又怎么会突然之间不见的 我也想不通 所以我就在这里找着他 在花园这里找 嗯 他难道在花园这里躲了 躲了几天这么久啊 我不是找他的人 我是找他的尸体 你找他的尸体 嗯 我想他是被人害了 然后又将他的尸体 埋在这个花园里 那你自己的家里来的 都会有人杀他 这里虽然是我们自己的家 但是家里有外人 比如说 你的朋友花满流 喂 喂 你不是认为 花满流都会杀人啊 怎么会啊 每个人都可能杀人 甚至老王爷都有可能杀人啊 老王爷都有可能杀人啊 老王爷都有可能杀人 那为什么啊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才要找 唉 唉 唉呀 你想得太多了 你才十二三岁 想那么多 做什么呢 嗯 谁说我只有十二三岁的啊 是你表姐上官丹锋说的 哦 他说的说话你就信 我说的说话你为什么不信啊 上官雪儿说完 人影一闪 就消失在花丛中了 这时候 那天就已经黑齐了 陆小冯就唯有回房 他进去的时候 花满流还坐在窗口那里 似乎还在享受着春风中吹过来的花香 陆小冯问话 怎么样 他们来过了 谁来过啊 独孤芳和肖秋雨 哼 你知道他们会来的吗 哈哈哈 柳如恨就不会为这种事来杀你的 但是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都杀不到你 你好似算得很准 哈哈哈 我如果算不准的 我怎么会走开啊 哦 你故意击他们来 又故意走开 等他们有机会来杀我啊 呵呵呵 你这样的朋友 真是难找啊 唉 你那个上官飞燕就难找啊 你找过他吗 连他妹妹都找不到他 何况我 花满流听他这样说 就好替上官飞燕担心 他已经对上官飞燕有了一种很不尋常的感情 这种感情若果是上了心的 是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的 所以陆小冯当然也都看得出 他转了个话题说 哎 你见过他妹妹没有 没有 那你真是救命了 他妹妹怎样啊 唉 他不单子异啊 而且还有疑心病 他怀疑他的姐姐被人谋杀了 甚至怀疑你和大金鹏王就是兇手 你说他这种想法是不是很滑稽啊 不滑稽 不滑稽 喂 常官飞燕不过是姑娘仔啊 最多是说说大话 十八九岁的姑娘仔 谁不懂得说大话 唉 你想想 哪个会写得下手 去杀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啊 现在 我只是有一个希望 喂 你希望什么呀 我只是希望 他们今晚 用的不是假酒 那我也有个希望 你有个什么希望啊 我希望他们今晚请我吃的不是人肉包 喝的不是迷魂酒 那他们两个就开始觉得 这里有点古怪了 那究竟又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那这一晚 大金鹏王就宴请他们 好酒好菜 酒是真酒来 真正的陈莲花雕 陆小锋举杯 一声就喝光 但是 然后他说 嗯 这些酒 虽然都不错 但是比起刚刚到喝的那杯 波斯葡萄酒 撑得远啊 大金鹏王就大笑着说 哈哈哈哈 那种酒 只是适宜在花前月下 万针细喝 你各下这样喝法 哎 浪费 大金鹏王今晚真是好好兴致 他穿了一件用金线秀着龙的錦袍 那架势有点像国王承宴款代他出征前的大仗 丹鳳公主呢 也比平时更加娇艳更加漂亮 他亲自为陆小缝满满满满一杯 然后说 我们觉得要这样喝酒 才有男子汗的气概 那些喝起来 什么喝好像喝毒药的男人 确实没有女人喜欢 乖女 难道女孩子都喜欢酒鬼 喝酒当然也有点怀疚 什么怀疚 就是一个人如果喝得太多酒 到了年纪大 醉脚有问题喝不得的时候 见到人家喝酒就会生气 整天生气就没益 我女儿说话真有骨 老实说 我年轻的时候喝酒 也是端土的 我保证绝对不会瞒得过你 各位聪明的主人都知道 用笑声来款待客人 比山珍海味更好 所以懂得感激的客人 就更应该知道用什么办法去答谢主人最好 所以陆小冯 我打算打算 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去找西门吹雪 嗯 好 好啊 他这个人好怪 一定用我亲自去才请得到他 朱婷就不用了 陆小冯说完 他从身上摆出一张 又辣椅又辣椅又吵蜂蜂蜂蜂蜂蜂的纸 我只是叫他来 两件事 你不理他 他又不理你 但是一见到你写的字 他就肯跟着一个不懂的人 去一个山寶的地方 嗯 他一定肯 没问题 看来这位朱先生 真是个怪人啊 哟 怎么只怪啊 即正是个坏神 那丹冯公主就立刻摺起一张纸 摺摺一下他才发现 这张又骂蜂 又皱蜜蜂蜂蜂的纸 原来是张五千两的银票 他忍不住问了 哎呀 这张银票 对不对到现钱的 呃 你以为是假的 没有 我只不过觉得 你们本来既然是好朋友 你用这种办法去请他 他会不会觉得你看不起他 他会不会生气呢 他不会生气 他这份人唯一的优点 就是无论你给多少钱他 他都绝对不会生气 哦 那 那是因为 他不是个死顶的人 也都不是个君子 你都不是 那各位 如果你明明知道你的朋友肚饿了 但是还偏偏要恭维他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是个宁愿饿死都不求人的硬寒 如果你明明知道你的朋友想你寄一些钱给他 而你只肯写一封充满安慰和鼓励的信给他 还要告诉他自力更生是最可贵的 那我可以保证你这个人绝对不会有朋友 那上官单访就不是这种人 他很明白六小访的意思 那看来他除了漂亮之外 居然还懂得了解人体谅人 那这两样东西是很少说在一个女仔身上的 只有最聪明的女人才知道 只是靠个样子是不行的 体谅和了解才是最容易打动男人心的 陆小讽突然之间发现 自己好像越来越喜欢这个女仔了 这一晚 好夜了 陆小讽一个人还是躺在床上 怎么都睡不着 屋里面就没有灯 阵阵春风带着花香从窗外面吹入来 就这么晚了 陆小讽为什么还没睡 是不是在那儿等着人呢 那他当然就不会在那儿等花满楼 花满楼正话才和他分手 那是等谁呢 好快去 他就听到走廊上面有脚步声了 脚步声好轻 好慢 走到门口就停下了 那洞门就没踩桌的 咦 BOB 我就推开关门进来了 进来之后 又咦 BOB 轻轻地去开门 屋里面很黑 連這個人的身材高矮都分不清 但是綠小鳳沒問他是什麼人 他好像早就知道來的 這個是什麼人 這個人又是隔起腳尖 慢慢走到他床頭 慢慢伸出手 去摸他的臉 是一對好凍 好柔軟 還戴著花香的手 這對手摸到綠小鳳的鬍鬚 這樣才證實 躺在床上面這個人 的確是綠小鳳了 那綠小鳳 剛剛才聽到一些衣服跌落地的聲音 他就感到有一個赤裸的身體 捐入了他的屁鬥 這個人的身體本來 就很凍很柔軟的 但是突然之間 又變得好慌 而且又不停地在那裡震 綠小鳳出聲了 他說 我警告過你 我那份人是驚不起誘惑的 你為什麼還要來呢 這個人沒有說話 他身體又震得更加厲害 綠小鳳 終於他就打側身 出力地擁住了他 两个人就贴到实一实 谁知很快就 陆小冯突然之间推开这个人 他说 你不是他 你是什么人 你以为我是谁 人家来得 我为什么不来得 原来来的是上官雪儿 陆小冯说 因为我跟你在一起 就好像个白爷公 和个小女孩在一起 哼 我来这里 再要证明给你看 我已经不是个小女孩了 你还以为我是喜欢你 哼 你自作多情啊 哼 哼 唉 一个女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被人拒绝 当然是很伤心啦 陆小冯个人其实很心愿的 他伸出手 轻轻地去拔了拔上官雪儿的头发 想说说两句安慰他的说话啦 但谁不知 突然之间 咦 那声 房门又是被人推开了 有个人手上 有个人手上举着灯 站在门口 穿着一件雪白的碎袍 不过面色就真的很难看啦 他就是上官丹丰 也就是丹丰公主啦 陆小冯 陆小冯几乎忍不住 要捐入床下底 上官雪儿的表情呢 就好像是一个刚刚偷紧糖食 刚刚被人撞见了的小女孩 不过不来都来了 没办法啦 他唯有挺起空 赤裸裸站起身 向陆小冯 瞄瞄嘴 他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要来呢 你告诉我 我可以早点走的嘛 嘿 这么说法 直接是摆到明不知丑的嘛 上官丹丰 被他击得全身发震 但是又说不出话 上官雪儿 从他面前 不停逗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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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去 其实啊 你生什么呢 男人是个个都是这样的啦 煮到埋泥啊 谁说不吃的 上官雪儿讲完之后 披翻起身长袍 不停走出去了 上官丹丰 还是站在门口 他挖着陆小冯 那对漂亮的大眼戏 这阵时又是眼泪涌下涌下啦 他说 那也好 我总算看清楚 你是个怎么样的男人啦 哼 说完 他扔一扔脚 转身就走了 那各位 很多人认为 多女人 喜欢就是命好 是桃花运好 那其实就未必的 那 究竟这场戏 怎么收货呢 我就明天才讲啦 这场戏 就没想到 这场戏